那时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物 它全景在线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那时汉朝第一步从刘邦出身写起到楚汉争霸结束为止 全景叙述秦朝崩溃及诸侯逐鹿中原的壮阔惨烈的混战场面 欢迎收听小说那时汉朝作者月望东山 演播杨腔腔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十回张尔和陈瑜将相之路 咱们呀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张寒啊这个带着大兵就去追刘邦和项羽了 刘邦和项羽呢带着楚怀王向东而逃去 把这个楚国的都城啊都搬到了鹏城 为了防止张寒跑过来啊 楚军的是布阵严防 三个人刘邦项羽以及吕陈各首一城啊 多么完美的一个铁三角啊 但是呢张寒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发扬他一向狂摇紧追的作风 尾随着楚军 而是掉头北上 哎他这北上去干嘛呀 张寒这次没有狂追楚军 不是因为楚军布下的阵势啊让他感到畏惧 而是他根本就不屑于去打你们楚卫这个狗屁都不如的军队啊 在张寒看来 楚军最牛的将军向良都被我干掉了 魏国也被我灭掉一回了 我跟你们这些手下败将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于是骄傲的张寒立即寻找下一个好伴的对手 哎这个人就是赵王歇 赵王歇是谁啊 天下那么多诸侯 张寒为何偏偏想跟他玩呢 其实赵王歇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东西 他跟那楚怀王差不多啊 都是别人扶持起来的傀儡 张寒想彻底干掉的呀 正是赵王歇的后台啊 那两位有头有脸的老板 张尔和陈瑜 到现在呢又出现了两个新的人物啊 张尔和陈瑜 咱们俩好好的来介绍介绍 首先是张尔啊 出生年月不祥 魏国大梁人 大梁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 年轻的时候呢 张尔做过魏国魏公子无忌的门客 不过呢 在这要说明一下 在春秋战谷时代啊 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门客的 豪门呢也不是收容所 如果没有遗迹之长的话 他们绝对是不会收留你的 那所谓的遗迹之长 范围就非常广了 不管你是鸡鸣狗盗之徒 还是胸藏涛掠之辈 只要能为人所用 那都照收不误 但是如果你啥都不会 那就你有多远滚多远吧 但是门客这个职业也不是固定的 就像今天的公司员工一样啊 等级呢也大不相同 能力强一点的呀 可以混的时间长一点 心情不好你可以马上卷着铺盖就走人 张尔不知道怎么心情不爽 没干多久啊 就跑到外皇谋生去了 说张尔到外皇谋生呢 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事实上啊 他是逃命于此地的 至于他得罪了何方人物 那也是无证可考了 张尔呢就在跑到外皇的时候啊 碰到了一件好事 这等好事呢 从此让他的生活就有了质的变化 改变张尔命运的是一桩非常好的婚事 当时外皇有一个富豪啊 生了一个漂亮的闺女 长大以后呢就嫁人了 众所周知啊 在那个时代啊 恋爱可不是自由的 女人嫁好嫁坏 一半游天 一半呢是游命 可惜的是啊 这个富家女的父母啊 眼光不怎么好 让她挫嫁了一个平庸之徒 这个富家女是挺有追求的一个女人 眼看呀 一辈子的幸福 就要葬葬在这个人的手里了 连家也不能回 直接跑到 曾在他父亲门下 坐过宾客的人家里啊 就给藏了去了 哎 很巧的是 这个宾客呢 跟张尔是好朋友 他就给这个逃婚的女人说啊 你待在我这儿也不是个办法呀 老哥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人家 我有个哥们啊 叫张尔 有才 特别有才 你考虑一下 美女逃婚呢 是为了嫁一个优秀的男人 哎呀 一听张尔有才 立马就嫁过去了 这一嫁 还真是嫁对人了 后来呢 他为张尔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儿子 那个儿子后来呢 娶的就是刘邦的女儿 鲁元公主 张尔呢 也瘦一不小啊 女方家送给张尔不少的钱财 有钱 就等于有了明天 张尔凭着这笔不薄的嫁妆 广结天下豪杰 并且当上了外皇的县令 这名声啊 从此就声名雀起了 世界真奇妙啊 张尔英雄 妻子美女 美女配英雄 那可是绝配啊 张尔呢 她是一个跑路的货 妻子呢 是一个二手货 一路货色 这真是绝配啊 如此绝配呢 也配出了一个两种啊 叫张敖 也就是刘邦的成龙快婿 如果非用一个字来概括 双方的这桩婚姻买卖 那就是一个字 直 好 说完了张尔 再来说说陈瑜啊 陈瑜出生年月不祥 也是为过大良人 好儒术 这所谓的儒术呢 就是像孔孟师徒啊 到处奔波出售他的王者之道 陈瑜也算是孔子的心 曾有过一段时间呢 到赵国游说诸侯的经历 陈瑜因为心智不凡啊 也被一个富家人立马看中 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就嫁给他了 陈瑜在认识张尔之前啊 他仰慕张尔就像星星仰慕月亮一样 总想拜在他的门下 追随他终生 后来陈瑜带着无比崇拜的心情呢 就去见了张尔 张尔呢 也非常愉快的就收下了他 他俩真的是相识恨晚 立即祭天败地 结为了文景之交 张尔和陈瑜啊 本来就不是什么平庸之辈 同时都娶了富家女 又是生死兄弟 于是呢 俩人的名声啊 就远播了 传的是越来越远 甚至都传到秦国那儿去了 正所谓啊 人怕出名 猪怕壮 秦灭魏几年以后 他们不知动了哪根脑筋啊 突然想悬赏捉拿张尔和陈瑜 悬赏的价格分别如下 张尔一千斤 陈瑜五千斤 不管秦国是要杀头啊 还是要收买他们 反正外皇啊 是不能助人了 张尔和陈瑜 不得不改名换姓 躲到了陈县的一个 街道办事处谋生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 他们竟然还能在 街道办事处 这种破单位 谋到了一个破职业 什么职业呢 现在的话 叫做街道管理员 那个时候呢 叫做李坚门 但是那个时候的街道管理员 不像今天的街道办事处 有事没事 这东家串串西家走走 到处找人是唠嗑聊天 落完坑呢 年底还给你发奖金 这等好事 那个时候可没有啊 张尔和陈瑜 没有那么好的事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天天面对面的 替人站岗 这有人站岗 那就得有人查岗吧 这有一次啊 也不知道陈瑜 是犯了什么错 被领导呢 正好逮着了 然后呢 用痴行就痛打了一顿 痴行呢 就是边行啊 这还了得 想当初老子在外皇的时候 你们还不知道在哪个嘎拉尔南 再说 我的头还值五百心呢 你的能值五百文吗 还敢打我 这明示的尊严就像岩浆一样 在陈瑜的心里涌动着 似乎呢 一处就要爆发了 他在心里默默的数落着 你们这些人 不要逼人太深 敢再多抽我几下 我就立即跳起来杀人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一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博奖 当时啊 张尔就站在陈瑜的身边 眼睁睁着 看着自己的兄弟被抽 他心里啊 都在痛 可是痛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所谓 小不忍则乱大谋 无论有多痛 陈瑜啊 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啊 然而那位陈瑜的忍耐啊 已经到了极点 突然做出了一个要 跳起来反抗的动作 张尔一看这架势 哎呦 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立即踩了陈瑜一脚 把他重新给压在了地上 就这样 陈瑜活活的不知道 被抽了多少鞭子 鞭斥陈瑜的这个小官走了以后啊 张尔拉着陈瑜走到了桑树下 张尔不但没有半句的安慰 还数了陈瑜 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连个小小的耻辱都受不了 将来怎么干大事 呵 这陈瑜 忍着痛 哎呀 还得愧疚的点着头 大哥说的对 小弟把您的话呀 记在心上了 时刻都得 记住自己的忍耐啊 日子就这样忍了过来 茫茫前路 还真不知道得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猴年马月 流年不利 诸事不顺呀 痛苦的忍耐 使他们不能过上好日子 竟然也不能 使秦朝放弃悬赏捉拿 这时 秦政府捉拿他们的布告呢 又传到了陈县的大街小巷来 并且要每个街道办事处啊 认真地做好宣传工作 一定要发现情况 立即报告给官府 诶 正所谓 无巧不成书啊 负责向居民宣传 配合政府捉拿 张尔和陈瑜的工作 恰恰就落在了 这俩难兄难弟的身上 秦朝这招啊 还真的是整人整得是够猛的呀 我们河南人到底是惹谁了呀 干嘛就跟我们俩兄弟过不去呀 让犯人去做宣传 捉拿本人的工作 那只有一个下场 送死呗 所以张尔和陈瑜 在这种危险的境地 换是别人 早就安全第一了 溜之大吉了 我们如果如此小看 张尔和陈瑜的胆量 那他们就不是传说中的名士了 他们要逃 天下哪块的地盘 不是他秦朝政府的呢 能逃到哪儿去呀 正所谓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他们决定啊 不但要留下来继续做工作 还要陪秦政府啊 玩贼喊捉贼的游戏 于是呢 张尔和陈瑜就拿着官府悬赏的布告 挨家挨户的宣传 哎 父老乡亲们 你们可得听好了呀 官府要捉拿两个大粮逃犯 一个叫张尔 一个叫陈瑜 这陈瑜呢 是五百斤 这张尔呢 是一千斤 俩人加一块呢 是一千五百斤 大家如果想得到模范 还想赚钱的话 就赶紧团结一致 马上行动下来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好机会呀 就这样呢 把这个布告呢 宣传出去了 咱们现代社会心理学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 说有理啊 不再升高 歪理才是真想升高 因为这声啊 越高的人 往往呢 都是心虚之徒 心理越是虚 就越是提高声音 压住自己的心虚 张尔和陈瑜 就是符合了 这种心理特点 他们吆喝的声音越猛 放出的烟雾蛋呢 就会越来越大 那就能保住自己了 事情呢 其实也就是这样 张尔和陈瑜 利用高分贝的心理战 骗过了所有人 他们忙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不但出色的完成了工作任务 人身安全还得到了彻底的保障 不得不说啊 这牛人永远是牛人 如此牛人 老天如果要委屈他们一辈子 鬼都不相信 果不其然 这话一说完 机会可就真的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造反以后啊 秦军打回了老家陈县 张尔和陈瑜啊 听说陈胜军呢 要经过陈县 立即就前往投奔了 那边那陈胜啊 早就听说过 张尔和陈瑜的大名了 不过呢 稍微让他意外的是 他们竟然就潜伏在老家的 官府的眼皮子底下 呵 果真是高人啊 不服都不行了 陈胜如获至宝的收获了 这对活宝贝 但是啊 好景不长 张尔和陈瑜 以陈胜称王问题为开端 从而和陈胜闹得是 不欢而散 于是呢 走向了一条敌对之路 哎 你要问了 什么情况呢 啊 我给您来介绍一下 情况是这样的 陈胜不是喊过 王侯将行 那种种呼吗 当时陈县的豪杰 以及父老乡亲们 紧紧的抓住了这句话 力争游说陈胜 强烈的要求他称王 称王呢 当然符合陈胜的心意 于是呢 陈胜便把张尔和陈瑜 给找来了 装模作样的 问他们俩 对陈县人游说自己 称王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看法呀 陈胜这招就叫做戏了 张尔和陈瑜 哪都是名士啊 只要他俩公开表态知识 众望所归的借口 那自然就成了 个人野心的粉饰品了 那么理所当然的 自立称王就会成为 在太阳底下 经得住阳光检验的大好事啊 陈胜打的这个大算 实在是太美妙了 但是啊 美妙的泡沫呢 是经不住一缕阳光的考验的 他首先就过不了张尔和陈瑜这一关 张尔和陈瑜一致认为 陈胜这招啊 太急功近利了 只能满足陈县百姓那种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心理欲望 但是啊 如果你真要以被拥戴 就得走向自立称王的路 那么他付出的成本 将是残酷的失败 于是呢 张尔和陈瑜 摆出了名士的远石灼箭 建议陈胜啊 暂缓称王 先广交友 然后等待时机而动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 将军啊 您如我干掉暴秦 当然是举国同庆之事啊 但是现在天下还很乱呢 胜败还没有定下来 您就自称为王 恐怕天下人都觉得你太自私了 不如啊 你啊 稍微慢一点称王 引兵杀向咸阳 彻底弄掉这秦朝的铁锅 同时寻找六国的后代 立他们为王 只要敌寡我重 那么天下就可以控制在你的手里了 到时候 你想称什么王都不是问题的 张尔和陈瑜的这番话 没有愧对他们头顶上那顶明神的帽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他们的见解十分的正确 历史啊 也充分的证明了 称王这种事啊 就像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 想喝好汤 你就得耐下心来慢慢的熬 千年之后 朱元璋举兵起义抗援的时候啊 当时各路起义军纷纷称王 朱元璋呢 也对陈下问和陈胜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该不该称王 那个时候呢 谋士诸生送给朱元璋一句话 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朱元璋呢 身以为然 决定了 不敢称王这股热浪潮 果然躲过了元朝的打击 并且啊 一直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最终呢 建立了两百多年的明朝大业 可是这陈胜可不是朱元璋啊 他不仅是一个心急的人 更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阴雀安之 鸿湖之志在 我称王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想给天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人 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吗 为他们悲惨的命运 指出一条名路了 我也曾说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谁规定了 一定要六国之后 当王才可以除掉暴秦呢 别忘了 这儿可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听我的 谁欠都不管用 称王 那是铁定的了 于是啊 不信邪的陈胜 立即否定了张尔和陈瑜的建议 立即启动了 自立称王的病毒程序 可是这历史啊 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 陈胜仓促称王 仓促被灭 昙花一现 开了中国历史上 农民起义 首举必败的 这条仙河了 这条仙河呀 真是一道可怕的历史魔咒 怎么说呢 自从陈胜之后啊 不管是哪个朝代 每次呢 总是守难者倒下 反而是后来者踏着心血 勇往直前 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可这历史啊 从来都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当时张尔和陈瑜啊 手计不成 就知道 大事不妙 陈胜呢 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咱们呀 赶紧立立山头得了 可是问题来了 另立山头得有兵吧 当然了 没兵可以像陈胜戒嘛 就看你会不会编个借口 对张尔和陈瑜这等 一等一的谋士来说 借口就像是树上的桃啊 摘甜的摘酸的 那都是举手之劳啊 既然石不带我 那就上阵吧 这次轮到你大哥靠后站 小弟陈瑜我登台表演 于是啊 小弟陈瑜就提着一颗 所谓的赤诚效劳之心 又对陈胜献了一个计 待望 您只顾率兵向西攻打咸阳 可是黄河之北的大片土地呢 还没有收复 我曾经在赵国生活过 比较了解那儿的情况 如果您愿意给我点兵力 我愿意为您北上拿下赵国 这才是领导的好员工嘛 要懂得集领导之所集 派领导之所想 好样的陈瑜 我觉得你的这个设想和思路啊 非常的不错 符合当下历史潮流 更主要的是符合我的根本利益啊 好好好 我马上派人去指导你完成这个工作 陈瑜一听可就傻了 陈胜王您这是什么话 我给您出谋划策 想的就是要当一个分管一方的领导 而且赵国的情况我最熟了呀 你为什么偏偏还要派个别人来指导我的工作呢 陈瑜想的实在是太美了 别以为陈胜只是想吃热豆腐的张楚王 其实他早就看出了 张尔和陈瑜这俩人不是一个善类 陈胜知道 秦政府能舍得花一千五百两斤 去买他俩的人头 那肯定不是白话的 要对付这等所谓的名士啊 不能杀也不能敢 要装作和他搞好人际关系 还要死死的把他控制在手里 让他翻不得更是跳不得 好 今天的内容啊 就跟大家播讲到这儿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关注杨腔腔 那么《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并且持续的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市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市场